假设进了特朗球大会要挑战谁 我要挑战导演组 我看他敢不敢让我进 他想必是不敢的 那你准备好的话可以开始自己的演出了 今天讲一些上学时候的事情 我小的时候我是一个既勇敢又怂的一个人 可能你们觉得矛盾 但是他表现在不同的方面 比如说我的勇敢表现在我是敢去打架的 就是有人叫我去打架我是敢的 我怂的方面在于 我从来不敢跟人表达我的自我感情 就是我从来不敢跟女生告白 举个例子比如中学时期 我喜欢一个女生 你让我跟她讲 我喜欢你 我是不敢的 但你让我打倒是敢的 我大学的专业跟脱口学友关系并不是很密切 因为我大学专业比较高端 可能超出各位的认知范畴 我大学的专业叫水产养殖 对 就是养育 就是养育 所以严格来讲 我是一个渔民 等我红了 我就是渔民红 好 见过老师姐一个牌子 今天很有用处很有用处 现在我出来工作嘛 我不想养鱼 但我发现我很难找其他的工作 因为我们专业 因为我们专业 适应面很窄 就有人说 要不你看着挺高挺壮 对吧 你去干体力活干工程啊 但我告诉你们 但我告诉你们不一样 因为工程它不仅是一个体力活 它有很多技术在里面 我确实不太懂 我大学确实有一门课叫 渔业工程学 你们知道这门课是干嘛吗 我们这门课主要内容就是编鱼网 对 就是编鱼网 我们当时四十多个人 挤在一个小实验室里面编鱼网 我觉得那个场面就不像什么高农学府 就像农村一群大妈跟着织毛鱼 真的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一边织 还会一边聊一些班里的八卦 所以我觉得姓翠我妈不知道那个地方 不然她能过去当教授 因为她太擅长那个课了 我们编了一个学期 最后每个人编成了一张 四十厘米长四十厘米的网片 最后一节课 老师让我们把所有的网片连在一起 连成一张大网 然后去捞鱼 当时我们去了重庆一个地方的朝天门 朝天门是重庆的长江和嘉陵江交会的一个地方 我们当时去那捞鱼 我当时作为我们专业最优秀的一个学生 我就承担起了撒网的义务 我就咔用力撒那个网 然后没有拽住那个尾巴 然后那个网就被长江冲走了 当时长江冲走的不仅是那张网 还有我的期末成绩 以及我对这个专业所有的感情 所以我现在来上海 就想看一下 那张网现在到上海没有 好好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导演组 笑得太棒了 我感觉就是前面你说你你是一个水产专业 以这个这一件事本身的东西有点多 这个其实有两番就行了 后面那个正湖可能快点入 然后还可以翻点别的东西 就包括你在生活中 如果是干水产的话 你能有一些对生活有啥帮助 就是这种感觉吧 感觉为了那个后半段 为了你的后半段 大家好大家好 两波 哇 张网明天就吓死了呀 其实我现在在全职做一些脱口秀相关的工作 但我其实大学专业和脱口秀关系并不是很密切 因为我大学专业很高端 可能超出你们的认知范畴 我大学专业叫水产养殖 对 就是养鱼 刚才杨文恩说 什么每个人都得给自己弄一个什么王的标签 那我应该就是脱口秀海王 其实学这个专业 真的在社会上蛮受歧视的 尤其我是从农村长大的 你让你一句怎么想 对吧 父母养鱼供你上大学 你就去大学学养鱼 你很难面对他们 不过还有人为我打拨不平 他说 哎 你们胡说八道 人养不过大学生 人大学生养鱼能一样吗 人不得无水养鱼吗 无水养鱼当时吓死我了 我学校的叫西南大学 虽然肯定比不上清华北大复旦交大 但我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 起码是个二二一 所以每次回家之后 我亲亲们问我 哎呀 梦 在哪个大学呀 我都很自豪 我说嗯 西南大学 啊 西南大学 西南哪个大学呀 而且我大学毕业之后 第一份工作也不是做这个 是做房地产销售 这个工作真的很锻炼人 我有很多收获 就这么说吧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两百多个人 把我背出成了骚扰电话 我现在给我爸打电话 都被自动拦截 前段时间我接到一个电话 喂 你好 这里是成都保险 我说嗯 你好 我这是宠庆地产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会给一个骚扰电话打骚扰 不过也有好的 前段时间 一个好些人给我打电话 他告诉我 我有一个儿子 而且还在他们手上 然后我就和他聊了三个小时 反正接电话也不要钱 而且这种电话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接到的 三个小时以后 他终于答应我 去看房子 我现在在上海嘛 我发现 来上海之后 我发现我们和父母之间 不仅有代沟还有时差 前几天 一天晚上 晚上十点多 我发条朋友圈 等我第二天早上 九点多醒的时候 我发现我妈 在早上六点 给我打了个电话 我以为有什么事 赶紧回过去 我说 哎妈 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她说 嗯 我早上啊 看到你昨晚十点 发了条朋友圈 你昨晚失眠了吗 还有 为什么早上六点 不接我电话 我说 妈 我晚上十点不睡觉 不就失眠 我如果早上六点 能接你电话 才叫失眠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现在时差也蛮多的 而且其实一个人 在上海有时候 也挺无聊的 我无聊的时候 有一个爱好 就是和骚扰电话聊天 但是我有原则 我只和女生聊 不和男生聊 有一天 有一次接了一个电话 我说 喂先生您好 需要银行贷款吗 我说 嗯 我需要三百万 然后那边 哎哥 你需要三百万是吗 我说 刚才不是个女的吗 哎 你不用管她 那是电话录音 哥那刚才说 需要三百万是吗 我说 嗯 你不用管她 那是电话录音 我还在家里 还特别喜欢用电脑看视频 但我看视频的时候 很不喜欢开弹幕 因为我觉得那个弹幕 第一 它会影响观感 就是那个字出来 会把演员的脸挡上 比如说一部戏里面 吴亿发刚一出来 满屏幕都是 吴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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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得吴亿发 把脸都是吴亿发 第一 第二 会影响观看进度 就是有的人呢 他是已经看过一遍了 他又会回来 发弹幕给你剧透 比如看个悬疑片 一个男的刚一出来 长也挺帅 演技也不错 正演到紧张时刻 啪一条弹幕 这个人不重要 十分钟以后就死了 我还怎么看下去 第三 经常有些人胡说八道 一般来说 你不用理他们就可以了 但是我比较刚 我喜欢跟他们辩论 就是他发一条 我发一条 他说 哇 这个演员 怎么能干这种事情 太过分了 曲观 我说 这都是编剧写的 跟他有什么关系 他说 啊 那这个演员 就不能有点自己的想法吗 我说 他有那么多想法干什么 他又不重要 十分钟以后就死了 好 就那么多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最近脱口秀太火了 我老家 一个开足疗店的朋友 都来找我合作 让我 在他给客人捏脚的时候 站前面 讲脱口秀 我说可以 但需要你配合 他说怎么配合 我讲到梗的时候 你扣他脚心 演员换了个风格 我以前觉得 幽默能吸引女生 我中学开始 就爱写笑话 讲给我喜欢的女孩 他笑得很开心 然后讲给他喜欢的男孩 那个男孩 再讲给我 一个笑话 幽默了一圈 就我不开心 上海 很多年轻人谈恋爱 很现实 是为了分担房租 很现实 其实 情侣同学之后 也会有一些烦恼 有一天 我睡得正香 我女朋友把我叫醒 她说 杨波 我睡不着 咱俩聊聊天吧 我很生气 我说聊啊 你交过几个男朋友啊 他开始数 数啊数 睡着了 我睡不着了 你们也能听出来 我的感情生活 并不是很顺利 但我觉得没关系 因为一个男人 最重要的是事业 我从小的梦想 就是当老师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但在我真正当老师之后 我发现并不快乐 并不快乐 我之前 教高中物理 还是高三 压力特别大 提我都不会 学生也很笨 每一个能给我讲明白 后来 我去了一家广告公司工作 经常要和老外接触 但我英文很差 每次出去 都是老板给我翻译 后来 老板把我开了 可能他觉得 工作压力太大了 每次谈完生意 客户老外 都是过来 交我微信 然后看着我老板 孤独的照吧 我老板看着我 干得漂亮 杨博赢了呀 我说这句不用你翻译 其实 现代人工作压力很大 成年人的崩溃 往往只在一瞬间 之前有一次公司加班 晚上十点 一个女同事忽然大哭 说自己刚做完的 二十页PPT 忘保存了 所有人都上去安慰他 老板都亲自过来 一顿操作 帮他恢复了PPT 发现只有三页 好啊 最后我想说 脱口秀是我的工作 但我生活中 不是一个开心的人 我上次笑 还是我哥结婚的时候 新娘跑了 讲完了 谢谢你们